苹果iPhone 5今天凌晨亮相 规格符合市场预期 面对苹果以往的销售成绩 美国投资机构分析师认为 将会为疲惫的美国经济注入一股强心争 苹果今天凌晨发表iPhone 5 规格符合市场预期 包括荧幕尺寸加大到4寸 厚度比前一代博18% 使用A6处理器等 美国投资机构分析师斯科特·萨瑟兰也认为 iPhone 5上市 将会为疲惫的美国经济注入一股强心争 早在前一天 宏达电抢先曝光最新机种 HTCJ夹带日本销售排名第一的气势 要跟苹果正面迎战 虽然目前胜负未果 但是宏达电的名声 让美国国务卿希拉蕊都想要亲自了解 Hillary国务卿特别跟我讲 希望我们的王斗司长也能来参加会 所以王斗司长特别为了改变了心情 他跟Hillary都是女家人 Hillary用HTC的手机呢 被希拉蕊指明见面 王雪红很低调 不过这波新机潮流 手机三雄将如何分食这块市场大饼 最后决定权 还是看消费者的选择了 新唐人亚特电视综合报道